今次我們看到畫面有一條很複雜的數 不像平時這條色 有一條跨過整個形光幕 看到這裡只有一條色的東西 我們要解這條方程 我們先看看分拆一下這條色在說什麼 等好的左邊看到一個數的平方 加另一個數的平方 那就有點像一個二次方程的perfect square 我們看看這條數 今次這條數很長 只要這樣寫法就已經寫完整個畫面了 這條色我們看到有一個數的平方 加另一個數的平方 再加兩個數相乘 有點像它是一個perfect square 但等著先 這裡就漏了一個必要的元素 就是一個二 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怎樣解釋呢 我們再觀察一下中間這個term 這個term 這件東西 這件東西 嗯 如果我們把這件東西 加上另外一件東西 x的平方 加3x的平方 這裡有個4x -3x -2x 加上就是-5x 然後加2-1 那就是正1 那就發覺呢 這個 右手邊的這件東西 原來就等於左手邊這個括弧 第一個括弧 和第二個括弧 加在一起 嗯 那這樣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遇到這麼繁的顏色 我們一般都可以 進行切 對吧 將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我們都會切一個 新的尾指數給它 例如第一個 括弧裡面的 x平方 減3x 加2 那這個就是 切它做A 另外一個 第二個 B 這個就等於3x的平方 減2x減1 那 那 待完之後我們上面一條很複雜的顏色呢 就會變成 A的平方 加中間這個 這個 是A B 再加這個 B 的平方 那這一塊 就等於右手邊這個 剛剛說過 右手邊這個 在括弧裡面呢 就是 A加B 這個意思 這個東西的平方 那 但是這個東西的平方 我們 嗯 我們學過這個東西的平方 它應該是等於 A 平方 加2 AB 再加B 的平方 那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觀察一下 觀察一下 左手邊的這一條色 和右手邊的這一條色 那 發覺 它少了的AB 那 那就是說呢 A B 它多一個還是少一個都沒有所謂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得出的結論呢 就是 這一個 A 乘以B 就等於0的 那既然是這樣了 A乘以B 就等於0了 那我們 自然 就可以 apply 這兩條二次方程度 A乘以B就等於0 那我們可以conclude到 這個顏色先 A 就等於 X平方 減3X 加2 這個東西 等於0 又或者 B 等於3X的平方 減2X減1 這個東西 等於0了 那之後就是一個 標準步驟 我們見到只需要把它 解開它 那就會得出 有四個解 那A這裡 分別解的第一個解 就是X的第一個解 就等於1 X的第二個解 就等於2 而B的這裡 我們解出 X的第一個解 就是第三個解 就叫做1 X的第四個解 就是 負1 over3 那 如是者 我們就會見到 有重根 如果我們再把它重新組合一次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寫的 X的第一個解 等於X的第二個解 就等於1 X的第三個解 就是2 而 最後X的第四個解 就等於 負1 over3 就是這樣寫的 那今次的第二條題 就是要解一個 關於X的三次方程 又是一般的三次方程的解法 我們一般都會採用一個 試根的短除法 那如果我們試到一個根的話 那就是我們找到 關於X的一個因績 那這條三次方程呢 就可以被解作為一個 X的線性方程 乘以一個X的二次方程 那既然是這樣 我們剩下的一個二次方程呢 就可以用一個普通的方法 可以把它解掉 那既然是這樣 那今次就試一試 我們可以怎樣做 那第一個X的三次方呢 我們會變成1 那我們短除法 就只是寫一些係數出來的 跟好3加4 然後加4 跟好3 加3 然後減3個跟好3 那然後我們試數了 那我們看到這個跟好3 在我們眼前不斷地出現 那如是者 我們就可以試一試這個跟好3 會不會有機會是一個因子 那把跟好3呢 就寫過來 那然後就可以開始了 這個1拉下來 1乘以這個跟好3呢 就變成跟好3 兩者相加 加完之後就變成 剩下一個-4 -4乘這個跟好3呢 就變成-4跟好3 又是兩者相加 這個沒有了 我們只剩下一個3 那3乘這個跟好3呢 就剩下3跟好3 那兩者相加之後呢 我們發覺 剩下的這個是0 0就是沒有餘數的意思 沒有餘數也就是除得盡 那所以這一條式呢 第一個因子就是x-這個跟好3 那這條很複雜的顏色 這條很複雜的顏色呢 我們就可以找到它第一個因子 第一個因子就是x-跟好3 那第二個因子呢 就是這一塊我們剩下的顯示 就是x的二次方 減4x加3的 那這個東西等於0 那我們看到這個已經是一個很熟習 一個二次可以分解做的一個方程 那結果這一條 色呢可以繼續被分解的 啊 拔好跟好3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 x-1 和x-1 和x-3 所以綜合這三個東西 我們很容易解到這條 關於x的三次方式了 x的第一個解呢 就是 分好3 x的第二個解呢 就是1 而x的第三個解呢 就是3 karma 也是 1 0 感谢观看